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大部分的人还好 只是在某种状况发生的时候 他会有忧虑的现象 不过我们也不可以侵害忧虑 因为忧虑这一件事情 它会使我们消沉 忧虑会使我们沮丧 忧虑会使我们失去斗志 忧虑会使我们退缩 而且忧虑向来是越来越严重 忧虑会使我们失去爱人的心 忧虑会使我们渐渐的 不愿意去服侍人 更麻烦的事情 对基督徒而言 忧虑会灼伤我们的灵命 所以忧虑对我们来说没有好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 你要活在今天的世界 你要能不忧虑 也还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外在有太多的刺激 客观有太多的大环境 太多造成一些状况 是我们不得不忧虑 世界的动乱 战争的阴影威胁 好像离我们不太远 我们以前认为打仗是军人的事情 跟我们老百姓什么关系啊 而且打仗向来有一个规矩 就是打仗是在战场上面打 而且打仗有一个规矩 就是秦贼叫怎么样 新秦王以前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对不对 连我们下象棋下西洋棋都是 只要帅或将死了 只要国王死了 不管你现在多少残兵败将 统统是没了 可是现在的战争不是这样 911以后我们就发现 战争的形态改变 打仗不局限在战场 而且不择时不择地都可以打 是不是 所以人家的政府机关大使馆可以炸 以前是两国交恶不杀来袭 对不对 现在什么叫不杀来死 我当你的大使馆把你大使馆给你 给整个炸掉 怕旅馆都可以烧 连麦当劳这种素食店 只是解决民生问题 它都会造成不安全的状况 大众捷运系统是一般老百姓生活的必须 可是现在变成恐怖分子的最爱 你就会发觉哪里都不安全 我们是在台湾 台湾因为跟国际世界不太来往 所以问题也不太大 你要是到一个国家 是跟国际世界很有来往的 很紧张的 我刚刚好911那一年 911发生之后的三个月 我到了美国 不是故意安排那个时候去的 可是那时候也不能取消了 因为有一千多个人的聚会 会飞过去 我那时候记得从Denver 要到Kansas City去 一进Denver机场简直不得了 他们告诉我 我们的机场是最新的 全新开放的 所以很棒的 所以我们把你丢在门口就好了 我就说刚刚911 他们说没有问题 丢在门口就好了 他们就让我进去 我一进去 乖乖不得了 就在进去的地方 还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只要进去 排队排得满坑满谷的人 我一看到我就吓坏了 我下去排队 我就跟我前面的一个学生 一个美国学生说 我说 他看我很紧张 他说你坐几点的飞机 我就拿我的票出来 我说我坐几点的飞机 他说我们要插前后五分钟 你看来得及吗 那时候还有三个小时 我说你看呢 他说我看来不及 他说不过我告诉你 他说另外还有一个门 我们到那边去 我们就好 我们就拉着行李就跑 跑到那边 一到那边去 人一样多 我告诉你 机场会只有两个聪明人 对不对 后来排队排了很多很多很多 当然排队 后来我看到有一道没有人 那边也是排队 后来我就到那边 一看那里有个notice 就是很长的一个说明 说谁可以排这个线 我根本来不及 他不管他谁可以排那个线 我就进去了 他就问我 他问我 他问很快 他问我 我知道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带什么 我通通说没有 没有 因为我这都有 他就要到另外一条线去 他问我什么都没有 后来就过了 过了我真的是没有带那些东西了 他问很多东西 我真的是没有带 因为我想我里面只有奖章吗 我还有带什么东西 所以我出国 从来不带电脑 自从911以后 我就不带电脑了 因为如果到欧洲 到美国 有电脑的另外排一条线 没有电脑的排一条线 你听得懂吗 那没有带电脑的是少数 像我们这种人 就走那条线了 你东西都不要带 你东西都不要带 你都带一些看得出一个好 什么都不要带 很快 到了Kansas City更不得了 每一个门 它都是封锁住的 从上面把铁链掉下来 所有的保全人员 甚至是警察 甚至是军队 就拿着长枪 这样子 很紧张 机场这样能够 多紧张 今年的8月到9月 我到美国却还是这样 那现在现在进美国的机场 一定要外套要脱掉 路里穿很多毛衣 毛衣都没有脱掉 只是要贴身的这样子 然后鞋子都没有脱掉的 非常紧张 我们台湾不是很紧张 不过你到 看到战争这种情况 你能够不紧张吗 外在的刺激 不要说战争是这样 疾病也是这样子 以前疾病是针对身体来的 对不对 现在你发现 疾病是心理压力的重大来源 过去疾病是生理的问题 如今面对新形态 疾病的不了解 不认识 以及对于得病之后的致意率 比较低一点点 即使我们没有得到那个病 我们老是怀疑 我们会担心 我们是不是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心理的疾病越来越多 那现在很流行的 其实很多都已经很普遍了 叫做炎症或者癌症 对不对 以前报告就说了 每四个人会有一个人死于癌症 那还是死在癌症上面的 很多人到后来不是因为癌症而死 是因为病发症而死的 那个不算癌症死 你知道吗 那得的病的人就很多了 我们周遭我们的亲朋友 很多人都得到恶性肿瘤 对不对 我问我们在座的 你的至亲好友 就在附近 你至亲好友 不要讲那个很远的那个远亲 讲至亲好友 你的周遇当中有得cancer的请举手 包括你自己在那也可以举手 对不对 你不是你自己的至亲 请放下 一半以上 到处都是 到处 到处 到处都是 而且 真的很麻烦 得到这个病真的麻烦 默契很辛苦的 还好现在 发明了很多很多解除症状痛苦的药 对不对 就是说它不能治疗你 可是呢 它给你解除症状痛苦 现在麻菲开放 你真的是常常 对着cancer的病 它常常打麻菲 因为麻菲开放 自己可以控制人 你知道吗 自己可以施打麻菲的 自己可以用麻菲 自己用药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解除症状 不然的话 人家还有更大的痛苦 痛苦的疾病 现在成为我们很大的忧虑 常常都有机会得到 几十年前 到二三十年前 有一种新兴的疾病 叫做AIDS 现在已经 不算新兴的疾病 救了病 那个时候不知道 去他感染途径的时候 也很紧张 很紧张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就有一次 那个十二次肠出血 很严重 就当场昏倒在教会里面 以后送到台大去 以后转到三种去 转到三种去的时候呢 那医生就 有一天跑来跟我说 说李先生 可能要给你输血 因为你的血红数太低 多少呢 六点九 六点九 如果懂点医疗的就知道 六点九对男生来说 很低的 我躺在床上都晕 两个天花板在转 眼睛闭起来也转 眼睛张开来也转 六点九 后来医生就跟我说 我给你输血好不好 我心里想说输血是你的事啊 你知道我该不该输血 为什么要问我输血好不好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先生 我跟你商量的缘故是因为 我们台湾目前能够筛减出来 AIDS是四分之一 所以百分之二十五筛减得出来 又百分之七十五筛减不出来 所以我们没有把握给你输入的这个血 是不是有危险的 所以要经过你的同意 转嫁给我 你听得懂吗 就由我来做决定 要不要承受这个 我怎么知道呢 我根本不知道AIDS是什么东西啊 我说那怎么办呢 后来医生说这样好不好 他说你能不能忍受 我也不知道AIDS是什么东西 我说怎么忍受呢 他说如果你能够忍受头晕两天 然后你的血红素如果增加 我们就可以不要给你输血 后来我跟医生说那你做决定啊 对吧我不知道啊 医生说好了 这样我们过一天算一天嘛 你真的不行 我们马上就输血 这样子可以不可以 我说可以啊 后来我就没有输血 还好没有输血 说不定那个时候 就到不到现在 对不对 你知道这种是很紧张的事情 那你不要说造成最近 最近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 SARS 紧张不紧张 平洋人说紧张不紧张 真的很紧张 真的很紧张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人很健忘的 五六月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生活 每天养体温对不对 不跟别人接触 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 有没有 对啊 我们都不出 台湾那个 我知道很多公司 都停止开会啊 有一个公司啊 他停止开会两个月 所内 就是说办公室的会议 都不开了 两个月都不开会的 不开会的 个人办个人的事情 而且在办公室里面 自己戴口罩 自己戴口罩 电梯内 大众捷运系统 密闭空间 没人敢说话 更不要咳一下 对不对 你咳一下 你就是全民公敌 你绝对是我们的敌人 这一类型的疾病将来会越来越多 你说担不担心啊 你会不会忧虑 你会不会忧虑 至于天灾人祸 层出不穷 好像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报纸上报道的 电视上报道的地震 或水灾 风灾 我们现在都没什么感觉了 对不对 什么八点多的地震 只要不在台湾就好 那在什么地方 哪里有飓风 哪里有水灾 更奇怪的事情是 平常闹水灾的地方 现在闹旱灾 平常没有风灾的部分 现在有飓风 真是怪了 人祸也是这样啊 各处都是人祸 台湾的情况 你们发现现在 自杀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自杀的人 有一个倾向 就是什么 就是牵连他人 现在自杀有个倾向 就是牵连他人 好像自己去死不太甘愿 对不对 一定要拉两三个人陪葬 台湾还有很多很多 令人担心的事情 如果你身在台湾 你真的很多担心的 教育是一件 对不对 政治你们觉得呢 经济呢 台湾的经济是像 全世界都景气 我们一定跟得上潮流 可是人家起来 我们不一定跟得上 然后我们跟大陆 结得这么紧 他们已经帮我们 拖到了地步 我们可能经济上 很难拔出来了 很难拔出来了 政治也是这样子 政治不要讲 美国跟大陆 给我们的压力 不要讲这些 你光看国内政党恶斗 你忧不忧心 我们都不忧心了 对不对 我们都不看电视了 对不对 我知道我们教会 很多人都不看电视的 因为太烦了 你光看那些 台面上的那些人物的嘴脸 你在听听他们 私生活的混乱 不堪入 不要问他们心里想什么 你只要看他做的 你光看他所说的 光看他所做的 就以前都还说司马昭之心 对不对 现在我根本公然给你做 就不是司马昭之心 你还要猜猜我 你不用猜我 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这种人 你简直不敢相信 好像台湾就找不到一个官员 或民意代表 是为国为民的 你如果看报纸 你如果看新闻 都是这个样子 教改也是这样的 改来改去的 老师没办法适应 孩子家长 无所适从 然后有一些人就说 我们要来抗议 用抗议 都造成更多的混乱 你们有发现 所以整个的社会 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怎么是这个样子 我们压力很大 这些讲的都还是外在的情形 是客观的状况 还是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公平的承受 就像洛晨亮一样 每一个人公平承受 你在这里跟那里 洛晨是一样的 这是每一个都一样的 这还不包括我们个人的难处 我们个人有些家庭问题 我们个人有些夫妻的难处 我们个人有些亲子教育的障碍 我们个人有一些工作上的人际关系 我们个人有一些 这区邻里之间的小摩擦 你不要看邻里的小摩擦 邻居的小摩擦 这种小事会让你睡不着觉 会让你吃不下饭 有个弟兄姐妹跑来找我 他说很烦很烦 我说你烦什么 他说他们家漏水 漏水 公寓的房子漏水 我说漏水真是很烦 因为如果你家漏水过 你就知道很烦 我说那就赶快找人修理 他说对呀 问题是楼上的人不让我修理 怎么有这种人呢 照理说如果天花板屋顶漏水 谁修啊 是楼上修要楼下修 应该是楼上修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是楼上楼下 一人出一半嘛 对不对 可是楼下的人要修 甚至跟楼上人说 我出钱 楼上的人都不给修 你说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有 有这种人的 有这种人的 我家就住四楼公寓的一楼 四楼公寓的一楼 我们是早年的房子 三四十年前的房子 所以有一天 有一个人来我们家修理东西 他就把那个砖子 砖到我们墙壁去 他就砖了好多个洞 我说你为什么需要砖这么多的洞呢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因为你们家的所有的砖头都是化了 听得懂吗 所以这房子够旧了 够老 所以他说你们砖头都是化的 所以他说东西都不能挂的 钉子打进去之后呢 那钉子承受不住重量的 我心想说那我们房子可能会倒掉 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的砖楼 因为那个砖 以前盖的房子都是砖砖造的嘛 他说 他说那房子都化掉了 因为我们这房子大概四十年 最早台湾 最早最早的四层楼的房子 是独栋的四层楼的 那我要讲什么事呢 有一天我们家四楼就来找我 就跟我说 说李先生要跟你收钱 我说什么钱 他说因为我们屋顶要整修 所以要收钱 我说哪一个屋顶啊 是四楼的屋顶要整修 我说哦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四楼屋顶会有点漏水 房子旧了 我说哦 我说那为什么要我出钱 他说因为一人出四分之一 我说 四楼的屋顶 坏了 要修四分之一 我说可是我没有用到那个屋顶啊 他说屋顶是大家的 好 那就出四分之一 我就出四分之一吧 敦青木林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就出了四分之一 我就出了四分之一 后来有一天他又来找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先生 他说我该来找你收钱 我收什么钱 他说那个大门要收钱 大门要换掉 要收四分之一的钱 我说问题是 那大门是你们三个人用啊 我又不用 因为我自己自己的门嘛 对不对 一楼不是自己的门吗 那二楼三楼四楼不是共用一个门吗 对不对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大门是大家的 所以你要出四分之一 我说问题是我没有出那个门啊 我进出都没有那个门啊 他说你偶尔也要用吧 我心想说 很多人偶尔都用啊 我用的比没有给别人多啊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问题是我很少用啊 而且我自己有自己的门啊 那他就跟我说 他说水塔在楼上 你总要用水塔里面的水吧 讲到后来我真的没有办法 问题是二楼三楼看不过去了 二楼三楼就跟四楼的人说 说这样吧 他说李先生他们自己的门 他们自己修 那我们的门我们来修 一人住三分之一 四楼的那个房 那个人说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我就出四分之一 如果你们要帮李先生出没有关系 你们一人出四分之一点五 算数不错 你听得懂吗 后来在我们家地下室 楼上有个水塔不够用 在地下室做个水塔 那地下室早期的地下室 都是在一楼的里面嘛 那坐水塔 他问我说 可不可以水塔坐在我们里面 我说没有可以坐在我们里面 那时候我就开玩笑 我说那从此水塔也在我们地下室了 我们家的门坏了 要不要四分 四家来一起修 我不会跟他们要这个钱的啦 开玩笑对不对 可是有这种邻居 你累不累 累不累 我问你这种邻居多不多 我告诉你 不会只有我家有吧 你们家旁边不是有这种人吗 说不定你是这种人 对不对 这种人很多的 我告诉你 你会不会烦啊 你会不会累啊 你会不会忧虑啊 其实这些都是外在的刺激 但是什么才是我们忧虑的原因呢 我们忧虑的原因 按圣经来看 并不在外面 是在我们里面 意思是说 没有外在的刺激 有些人也会想尽办法 让自己忧虑 你就哪有这种人啊 准确的说 有的人是不知不觉当中 来抄许多的心 来忧许多的律 我们中国古书早就说了嘛 在战国时代 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在列子天瑞里面说 说起国有人 忧天地崩坠 身无所计 费寝食者 意思是说 说起国有一个人呢 担心天会塌下来 自己就无处生存 所以他就睡不着 吃不下了 你看了 外在 不是没有刺激哦 外在什么刺激呢 就是天可能塌下来啊 你说天哪里可能塌下来 天会怎么可能塌下来 招牌都有可能掉下来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什么让我们睡不着觉呢 其人忧天的故事 他故意写得很夸张 可是真的有这种状况啊 你笑他说说 怎么会天塌下来呢 这有什么好忧虑的呢 我们不要笑别人 因为呢 我们各有忧心的事情 对不对 你有没有忧虑的事 你从来都不忧不虑啊 你都没有问题啊 你笑别人为天塌下来而忧虑 可是别人笑你 你银行还有三百万 你觉得 你还在忧虑 你钱够不够 有三百万钱在银行里面 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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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看到很多人点头 点头的人都表示 你现在银行里面没有三百万 那个不点头的人呢 都觉得不够 你知道吗 因为超过三百万 还觉得不够 三百万怎么够呢 可是 你不忧虑吗 你不担心吗 你笑别人 你说 孩子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 你干嘛忧虑呢 下一次考试就好了 别人还笑你呢 说你公司里面 只是跟老板有点小摩擦 你就睡不着觉 跟老板有小摩擦 你睡得着吗 为什么要睡不着呢 有什么好忧虑呢 人家孩子没考好 应该考第一次 考第八次 学来都没想到那么紧张 我告诉你 人各有忧虑的事情 人各有忧虑的事情 所以到底我们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从外在来看 什么时候造成我们忧虑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呢 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忧虑 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六章 十九到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十九到三十四节 十九到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九到三十九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十九节 归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秀坏 也有贼蛙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光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私律词 寿数多加一克呢 然后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减你们 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我们先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 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在这边有三个所以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主耶稣在教导他们 不要忧虑 在告诉他们 怎么样可以不要忧虑 他告诉他们的忧虑 不要忧虑的理由 在二十五到三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 如何面对我们的忧虑 那我们有什么忧虑呢 就是十九到二十四节 十九到二十四节 是我们忧虑的原因 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会忧虑呢 是什么原因我们忧虑呢 圣经又教导我们 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形呢 今天我们只要看忧虑的原因 所以你下个礼拜 你一定要来 我今天要讲的你 晚上忧虑都睡不着觉 你下个礼拜来 我才告诉你 怎么解决你的忧虑 主要是因为时间不够了 不是故意我找麻烦了 时间不够 医学上说要对症下药 如果你症状不明 你不要随便吃药 解决忧虑也是这样 如果你找不到忧虑的来源 你越解决越糟糕 因为你会越来越忧虑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忧虑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你才去解决那个忧虑 圣经上有告诉我们 解决忧虑的方法 可是他告诉我们 到底为什么我们忧虑呢 如果你要解决 如果你要解决的忧虑 不是造成你忧虑的原因 那么你怎么都解决不了 比如说你觉得你忧虑 是因为国家政治太乱了 我问你 你怎么让国家政治不乱 你说这个经济 让我这么nervous 你怎么让全世界的经济变好 你一点希望都没有 你说就是因为他造成我的忧虑 你要怎么对待他 所有的忧虑 如果你没有找到原因 你没办法解决 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马太福音六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十九到二十一节 到底什么是我们忧虑的第一个原因呢 预备请 不要为自己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边提到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可见与我们的忧虑最有关系的是什么 什么 你看难怪你们要忧虑 都是讲财宝 你们的心都在财宝上面 所以说忧虑 不是 这里讲的不是 不是财宝 而是我们的心 财宝只是外来的刺激 我们的心才是忧虑的原因 所以第一个原因 请你写下来 不是财宝太多或太少 是关心过度 请你写下来 关心过度 关心过度 难怪我们要忧虑嘛 你看都想要财宝 关心过度 关心过度 我们有一句俗话说 人无远虑 必有近优 所以我们人类很喜欢忧虑 你不发现 而且很会忧虑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你会忧虑 肯定你是人 因为没有发现动物会忧虑的 只有人 只有人会忧虑 你什么时候看过动物在忧虑了 一个人不忧不虑 好像对不起自己 一个人不忧不虑 好像不太负责任 所以我们一直有 先圣先贤告诉我们 要忧国什么 要忧国忧民 还有一位姓范的告诉我们 说先天下 我告诉你 我就是被这句话害死了 所以我不太喜欢姓范的人 先天下自由 而有这句话 真的帮助我度过很悲惨的日子 我总是先忧虑 我常常先忧虑 我对很多事情都忧虑 如果有机会 我慢慢告诉你们 我的忧虑怎么解决的 如果人应该忧虑 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 什么事情我们该忧 什么情况我们不该忧呢 其实忧虑是有来源的 忧虑不是突然跑出来的 我们说忧虑的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关心过度 关心过度 请问关心好不好 好不好 你不能不关心嘛 对不对 请问关心对不对 关心是对的 关心是正常的 你不应该关心你儿女 你在校的成绩吗 你不应该操心你工作上的绩效吗 你难道不应该 不应该关心台湾政治的前途吗 关心是一定需要的 你不可以不关心 如果你不关心 你不操心才有问题的 因为很大的问题 那既然如此 那关心为什么不对呢 没有说关心不对 关心是对的 可是关心跟忧虑 有先后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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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可以这样讲 如果你关心某一件事情 是正常的 如果你多关心一点点 也还好我们称之为操心 对不对 如果你操心多一点点 我们说那你就担心了 担心 担心也还好 担心再过一点 就变成忧心 忧心 忧心加上忧心就变成忧虑 忧虑就带来忧愁 然后忧虑加上忧愁 忧愁加上忧虑 慢慢慢慢 可能累积下来 你会得到忧郁症 虽然忧郁症的原因很多 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忧虑的确是造成 忧郁症的可能之一 而这一个正常而良好的关心 到了病态的忧郁症 中间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心情 不等的心情 如果你是关心 如果你是操心 如果你是担心 还在正常或可忍受的 范围之内 可是如果你忧心 如果你忧虑 如果你是忧愁 那就不正常了 那问题是 问题是 我们人能够控制自己吗 对不对 关心是对的 忧心是对的 可是 如果到忧虑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 我们会自己对自己说 何必那么紧张呢 别人不急 何必急呢 皇帝不急怎么样 那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 你跟你弟弟这样讲有用吗 你们告诉我有用吗 没有用的 你们一副都不忧虑的样子 看起来这题目取得不好 你说我何必急呢 你说这不算什么 这个难处过两天就好了 船到桥头 我告诉你 你会这样想 你就不会忧虑了 可是你会发现 讲师讲孩子 没有办法不想 没办法不忧心 没办法不忧虑 不忧虑 前不久 跟SARS完了嘛 结束了 结果我就碰到 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她一段时间没有来 我不是因为她没有来 故意去探绑她 让她很难过 我不是 我只是在心里面 弹子很重 我就去陪她 跟她祷告 跟她面对一个状况 她告诉我说 她说她明明知道 她明明知道 SARS其实没那么严重 可是没办法 因为她关心 又关心 她关心过度 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很好的 那些资料都正面的 那资料怎么样正面呢 她说发烧咳嗽 发烧咳嗽的人 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并不高 对不对 这个资料很不错 那第二个资料更好了嘛 因为发烧咳嗽的人 不一定都是受SARS的感染 对不对 第三 受SARS感染的人 只要你免疫力强 你也不会 病也不会发出来 也不会发出来 因为免疫力强 他进来 是那种不少细菌进去 可是没有问题嘛 可是 他也知道说 大部分的人 感染SARS 也不会发病 也没有问题 还有即使发病 也有蛮高的治愈率 对不对 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没有必要那么担心的 其实台湾 没有死很多的人 你随便一个车祸 随便一个火灾 死人都比较多很多啊 可是问题是 他不仅是担心 他不仅是关心 他不仅是操心 他已经到了忧虑的地步 忧虑到什么地步呢 他忧虑到 他自己连自己的家门 都不敢出去 真的啊 他不敢去跟他家门 然后 他不让他的儿女上学 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忧虑呢 你不是他 你真的不知道 你有你的忧虑吗 他有他的忧虑吗 可是你说 也有人完全不管这个事情的 这有什么 好 那个呢 莫不关心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不关心的人是不会得忧虑的 一定是关心起头的嘛 问题是又不能不关心 又不能达到忧虑 怎么办呢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这边说 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说财宝在地上 人会担心 对不对 担什么心呢 担心虫子咬 担心会秀坏 甚至有贼挖窟窿来偷 什么叫虫子咬 什么叫会秀坏 为什么财宝会虫子咬 为什么财宝会秀坏呢 因为当时的货币 不是用很好的金属铸造的 所以如果你埋在地下 久了会秀坏的 你不用久了会秀坏的 那当时也有类似银行的组织 可是他们有很多人 不愿意把他们的财宝 放到银行里面去 所以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 贼怎么样 就挖窟窿来偷 当时还有很多的 有价值的东西 是像布匹啦 像字画啦 像有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像贝壳啦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虫子最喜欢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财宝 放在地上 有虫子咬 会秀坏 还有贼挖苦戳来通 他就很关心这件 很关心 很关心这件事情 人会为自己的财宝来忧虑 来忧虑 有一次 人家送我几幅画 是真的几幅画是好画 我后来请我们教会 林秦建帝兄 去帮我鉴定 那几幅画 因为丢了可惜 留下来也不知道值钱不值钱 后来我就请他来看 他打开来之后 他说不得了 他说有些画值几十万的 有些画一个印章 就值几十万 不要看他的画 只要有那个印章印出来 就值几十万 还不要看那个图画的好不好 只要那个人的话就值钱 可是那个大部分的话 是展不开的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卷起来 以后就虫子咬 就虫头租到底 他就从中间上租进去 所以一卷了 他就这样租进去的 所以打开来 一开 你对着光 就全部都透光进来了 因为他虫子就住 就住掉了 就这样子就跌了 你说 那现在的钱还跌吗 请问现在的财宝 还有没有虫子咬 还有没有会秀坏 还有没有贼哇哭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你的股票不是被虫子咬了吗 不然怎么做 买的时候那么贵 现在都卖不出去了呢 那不是虫子咬吗 不是变成鸡蛋骨了吗 不是变成水饺骨了吗 还变成壁纸骨 有没有 拿来贴壁纸 你没有发现 土地也被秀坏了吗 前不久有人要问我们 要不要一块土地 他坐落在三只 靠近三只的地方 往灯辉大道去 那块土地呢 他们当时买的时候16亿 当时买的时候16亿 他们全部设计完成 就拿去跟银行借钱 借多少 借9亿出来 他们钱还没有还 他们问我们说 这个土地卖给我们 问我们要不要 我们就问他卖多少钱呢 我请你们帮我算一算 他们说卖我们8亿 请问利息算 他亏几亿 感谢主你们都算不出来 表示你们对钱没什么兴趣 他买了16亿 向银行带出9亿 他如果卖给我们8亿 他把8亿拿去还银行 他还欠银行一亿 对不对 利息还不算的 他一共亏8亿 你知道吗 利息不算他亏8亿 可是他问我们说 要不要买 因为我想脱手 为什么 因为再放下去 就秀得更严重了 现在秀得更严重 我告诉你 你说那我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总没有贼蛙窟窿来偷了 是这样吗 那你就不要放在某些银行 别人用现金卡提 4万可以提出3000万 对不对 银行很有保险吗 只有台湾的银行 现在倒掉的时候 是用盖瓜承受的 将来也不一定会这样 人家先进国家 银行倒掉就倒掉了 这是你自己 不好好查清楚 这个银行状况 你要把钱放进去 谁帮你盖瓜承受啊 你知道盖瓜承受 会产生骨骸效应 你倒一家银行就好了 你为什么盖瓜承受 盖瓜承受 一排全倒 本来大家都坏账很多了 是不是 我还拿到你的坏账 那我还得了吗 我已经很坏了 再让你的坏账加坏 这银行不倒才怪 所以你要小心 放银行 要放对银行 还好我不开银行 我不告诉哪家银行比较好 我也没有责任的问题 我也没有责任的问题 通货膨胀 币值缩水 放在银行里面十年保证 保证你缩水 保证你缩水 看你能不能剩下一半 剩下一半 这不是贼挖窟窿来投吗 所以你啊 你不想你不担心 你一想你就忧虑 对不对 你的财宝现在一直在缩水 你不忧虑啊 你可以保证到 你有生之年都可以用得到 你身家性命 在台湾的政治经济教育之下 也是一样啊 你不想 似乎过一天算一天 你一想你就会得忧郁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您能告诉我们忧虑的原因 第一个不是外在 是关心过度 第二 第二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二十三 预备 请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关心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我们又应该关心 又不能关心过度 这个尺寸怎么拿捏 又不在我们手上 我们也要想把财宝积存在天上 我们也知道财宝在地上不安全 我们也知道财宝在地上 我们永远也带不走 我们不仅财宝带不走 我告诉你 民愤 地位 权利 你没有一样带得走的 问题是 我们看不清楚这个事实 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不清楚 什么话 知道什么看不清楚呢 各位 如果你真的知道 你真的又看清楚了 你不会为这件事情忧虑的 就是看不清楚 就是看不清楚 会忧虑 为什么三百万还忧虑呢 是因为觉得说 三百万不够安全 你看不清楚的 你不会饿死的 在台湾很少饿死 你为什么三百万还不够 为什么一千万还不够 为什么你要想说 假如经济崩盘我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要想起来 你又不要活下去了 问题是我们看不清楚啊 马太平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们的身体是 跟着眼睛走的 如果眼睛明亮 我们就看得清楚 可以下队决定 可是如果你眼睛昏花 你就看不清楚 我从小对这个就有 就有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很小就戴眼镜 你知道眼镜如果拿下来 也不敢开车 也看不清楚路上的招牌 所以对我们而言 看得清楚跟看不清楚 从小就知道了 从小就知道了 可是有些人不知道了 我太太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的眼睛从小就一直很好 一直是一点二 一直是一点二 所以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没有什么问题呢 他没有眼睛看不清楚的状况 没想到年纪一天一天的大 对不对 他就书就越拿怎么样 越远对不对 对不对 他就说 他小字都看不见 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药怎么 那个单子怎么说的 我这么小的 奇怪 那药单子字都很小 有没有 那说明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根本看不见 他想大概是没有人要看了 他那只是为了撩背一格 真正看的人不多了 他就看 越看看不到 然后那个要缝衣服的 那个针就插不进去 对不对 我们一直跟他说 配个眼镜 他说不要配眼镜 他说不会改善的 我们说怎么不改善呢 眼镜一戴就改善了 他说不会改善 因为他长久的经验 四十几岁没这个经验 有一天带了孩子去配眼镜 因为孩子近视就是增加很快 配眼镜 配眼镜的时候 我们就三个人就怂恿他 他说叫医生给他配一个眼镜 看一看嘛 他一看了之后 说戴着眼镜之后 智慧变大 你现在才知道啊 你听得懂吗 你现在才知道戴着眼镜 智慧变大 他还跟我说 他说原来智慧变清楚 后知后觉就是这样 他不仅有远视 还有闪光 难怪一个针孔 会看成很多个针孔嘛 对不对 我们从小就有闪光的人 早就知道 那个角度一条对 那个字就合在一起 有没有闪光的人 闪光的人很奇怪 他那个角度不对的时候 就是一直不对 他就一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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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字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两个字可以合一是有道理的 所以三对一体不太难了解 你知道吗 眼睛一直有问题嘛 当然校对好了就好了嘛 就没有问题了嘛 他就一合在一起了 眼睛就是这样 你看不清楚就是看不清楚 你看清楚就好了 我前两天问于婉 我说于婉 你那个眼睛弄好了好不好 他说真好啊 他说原来可以看得这么清楚 他还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失而复得是多么宝贵 失而复得 因为本来眼睛是好的 眼睛变得不好了 那失而复得多好啊 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你里头的光弱黑暗呢 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 里头的光黑暗呢 黑暗光何等的大 所以第二个原因是 邻里黑暗 请你写下来 你为什么会忧虑呢 忧虑的原因是邻里黑暗 邻里黑暗 其实一个人心里黑暗 比一个人的眼睛昏花还要可怕 还要可怕 眼睛看不清楚 可以请人帮忙 而且眼睛看不清楚的人 很愿意请人帮忙 你知道吗 可是邻里黑暗的人 不愿意找人帮忙的 越邻里黑暗 越不愿意找人帮忙 眼睛越看不见 越容易找人帮忙 对不对 所以啊 宁可眼睛看不见 也不要邻里黑暗 也不要邻里黑暗 前不久我帮助一对夫妻 帮助一对夫妻 他们有一些需要 我就跟他们一起谈 有时候夫妻一起来 有时候跟丈夫谈 有时候跟妻子谈 有时候跟妻子谈 有时候跟丈夫谈 有时候跟她一起谈 这对夫妻他们很严重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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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其中一个人肯受帮助 一个人不肯受帮助 那问题出 完全出在那个 不肯受帮助的人 而这个不肯受帮助的人 他一直怪对方 一直都说 什么是对 什么都是对方的不对 什么都是对方不肯合作 什么都是对方不肯配合 我告诉你 这个人 他眼睛看得很清楚的 问你是邻里黑暗 他看不清楚自己 他看不清楚状况 他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其实别人看得清楚得很 早就跟大家讲了 别人知道问题的所在 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意见最好 我就这样做 然后他常常问别人的意见 又不照别人的意见做 你就知道了 他邻里黑暗 不是不知道答案 是在邻里黑暗 他看不见 是在邻里黑暗 基督徒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有很好的眼力 我们可能有很强的判断力 我们甚至对未来的趋势 有很准确的眼光 但是我们如果邻里黑暗 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 黑暗是何等的大 也有基督徒刚刚信主说 邻里光明 当然了 刚刚信主绝对是光明的吧 哇一切都好了 看罪也看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错 这是我不应该 我对别人对不起 我跟别人道歉 我改变 可是久而久之久之久之久 就慢慢黑暗了 而且人从亮到暗 如果是一下暗下来 你哪会发现 可是如果是慢慢的呢 你就没发现了 你就没发现了 慢慢就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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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如果你做了基督徒 你越做 你现在越忧虑 可能你灵里面是黑暗的 当然每一个黑暗程度不太一样 可是灵里面黑暗 你就会忧虑 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看不清楚内在的光景 耶稣说 他说 他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亮 全身光明 他说你的眼睛昏花 全身黑暗 他下面说什么 他说你里头的光不黑暗的 黑暗何等的大 我们黑暗所以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会软弱 所以我们无力 怎么样才能灵里不黑暗呢 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来聚会 我下个礼拜才告诉你 我今天不告诉你 你们时间时间不太够 今天我们只说症状 那个症状 第一个是我们关心过度 第二个是我们灵里黑暗 我们灵里黑暗 第三 第三 第三是什么呢 我们读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二十九 我们一起读二十节 预备 请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顾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一个人关心过度 一个人灵里黑暗 他的结果就是轻重不分 写下来 第三 原因就是轻重不分 轻重不分 这一边 主耶稣说 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二十四节 是从前面接过来的 二十四节 是从二十二 二十三接过来的 二十二 二十三 是从十九节接过来的 所以这三个 接在一起了 这三个接在一起 怎么样呢 第一个我们关心过度 第二个我们灵里黑暗 第三个我们轻重不分 轻重不分 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误会 觉得我真的很公平 我真的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不会偏心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人对别人不偏心的 我们的心本来就偏的 对不对 大部分人偏左 稍许有些人偏右 也有人偏右的 很少人的心在中间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都没有 心不会长在中间的 心不是偏左 就是偏右 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对他都一样 如果你对他都不一样 你还是对他不一样 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人公平的 我们的心看事情也是这样 我们的心看事情就有先后 就有轻重 我们会重看这个 轻看那个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决定都显示我们的判断 礼拜天的今天不错 外面天气也还算好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多睡一点觉 或到外面郊游 你要跑来聚会呢 这你有显示嘛 你有一个选择嘛 你有偏心嘛 你看中教会的聚会 轻看睡眠 轻看旅游 你可能是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不选择跟那个人同事呢 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轻有重嘛 你觉得工作比较好 你觉得工作比较轻嘛 你为什么愿意服侍人呢 你为什么愿意服侍人 牺牲自己的利益呢 因为你看中别人 你看清自己的利益 那为什么有政府官员 拿了人民的血汗权 就不好好工作呢 因为他看中自己的利益 看中自己的享受 轻看他所受的托付嘛 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 你问你自己 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一件事 因为你偏心 因为你偏心 那如果你偏的心 是对的那没有问题啊 我们本来就应该偏心的 你本来就应该偏心 你不可以不偏心 不然他也不可以叫我们说 不可以叫我们说 因为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亲的那个 他说你们不能又是奉神 又是奉马人嘛 所以你本来就会看中这个 你本来就会看清那个 请问为什么台湾的立法委员 不好好审法案 却只为了自己在党内的排名而奋斗呢 因为他看中这个嘛 他看中什么 他看中权位嘛 他亲看什么 亲看选民嘛 所以每一个人做这件事情 都有原因的 事实上讲 以少 以长子的名分 去换雅各的红汤的时候 事实上给他下一个判断 他亲看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会重看什么 我们会亲看什么 大阪两件事临到我们 我们会有所选择 有所排序 你一选择 你一排序 就表达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价值观反映出来的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 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 你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人 看到吗 看到吗 所以分别亲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早就告诉我们了 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大学就说 物有本末 事有始终 知所先后 则尽道已 大学不是说了吧 你只要知道什么是先什么 后就好 问题就解决了 你起头已经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 你是非基督徒也罢 分不清先后的人 你怎么能不忧虑呢 你分不清先后的人 怎么能不忧虑呢 而身为一个人 我们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神造我们的时候 就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的 所以我们人不会明完不灵 我们人不会明完不灵 你即使 你说这个人良心被狗吃掉了 那都是个形容而已 他不会明完不灵 他不会是非不分 他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小事来说 没有一个人不会了 没有人 这个不了解生命重于饮食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身体重于衣裳 我早上还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最近身体好一点点 很感谢主 很多人为我祷告 我身体最近好一点点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睡得非常的不好 然后身体全身都不太对劲 你知道身体好 跟身体不好 差的多不多 很多 差很多很多 很多 你身体不好说 你什么都不对的 躺也不对 肘也不对 睡也不对 站也不对 坐也不对 什么都不对 就是你什么姿势都不对 你好了以后 什么姿势都对 对不对 你走起来 完全没有感觉 全身有关节的存在 你身体是好的 对不对 你哪里不对的时候 你走起来全身都不对 就是老是 怀关节也好 吸引关节也好 就是打什么走 什么不对 我们都知道 生命跟饮食的差别 我们都知道 身体跟衣裳的差别 可是我们一生当中 就常常重看眼前的东西 而不重看未来的事情 我们常常就 为得外在的财富 就放弃内心的平安 我们想得到 我们未必得到 我们想丢又觉得可惜 我们越陷越深 我们对外在的事物 就会因为邻里黑暗 而轻重不分 轻重不分 以至于某些事情 关心太过 就变成忧郁 不能恰到好处 可是有的时候很奇怪 你该关心的事情 你不去关心 事后就要后悔 然后你就要补足 对不对 你一补的时候 就发现怎么样 又关心太过了 所以一个人呢 很难调到好的 很难调到好的 你需要灵里面光明 你需要知所先后 否则你会常常在忧虑的里面 你忧虑不该忧虑的 然后又为了你这么忧虑 而更忧虑 对不对 如果你刚才最后一句没有听懂 你其实不太忧虑的 像我们这种人 就是为了自己竟然会忧虑 而忧虑 你忧虑吗 你为什么是忧虑 你为哪一个人忧虑 你忧虑的对吗 如果你只是出于爱的关心 没有到忧虑的地步 这个很好 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 如果是这样 你要感谢主 如果不然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就是会为了 一点点小事情 而忧虑过头 怎么办呢 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讲 这个忧虑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讲解 圣经告诉我们 怎么解决 这个礼拜 我们很少主要 给你们作业 对不对 这个礼拜你回家之后 如果有忧虑的时候 你问你自己 我到底是哪一个 是关心过度 灵里黑暗 还是轻重不分 然后你看你怎么解决 你先想想你怎么解决 然后我们下礼拜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先澄清我们的状况 我们不必急着 从忧虑当中出来 因为越想从忧虑当中 出来的人越忧虑 忧虑是我们天大的难处 盼望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忧虑 我们来学习一首新的歌好吗 285首 我没有通知我们的事情 以免他忧虑 285首 免得他忧虑 OK 285首 从头帮我们弹 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让他弹 因为有人不会唱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歌词 我第一次听这首诗 这首印象很深刻的诗歌 是由一个人独唱 他自弹自唱 那钢琴摆在那个整个的讲台的中间 他弹得非常的好 唱得非常的开心 唱完了之后 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诗名的人 我想诗名的人唱这首诗歌 比我们更释放 因为他已经退无可退 他已经退无可退 他没有路可以退了 他不交给神 他交给谁呢 像我们这种眼睛明亮的人 很难把自己交给神的 我们来唱 贝奇林 为何会情长远堂 为何黑影迷茫 为何心灵绝孤导 神灵绝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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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卷有 我常因我的自由 我常因我的自由 我就足迹看顾麻雀 甚至我比梦卷有 我听救主温柔声 出去你心有情 安息主怀奪天际 毫无一句斩计 有主引领在前头 无辜跟随他走 他即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卷有 他即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卷有 我常因我的自由 我常因我无忧 我就足迹看顾麻雀 甚至我比梦卷有 早上我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花叉在这个地方 我每一次来教会聚会 我都看那个叉花 其实我是不太会欣赏的 我不知道花叉得好不好 可是我今天发现有椰子在上面 我就跑上来看那个椰子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花长得实在是很特别 我就跟主说 我说如果花都可以这么漂亮的开在那边 我们这些你所造的人 我们太多忧虑了 我们忧虑太多 我们忧国忧民 我们忧教会 我们忧上帝完成不了的事情 我 我不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忧虑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会不会太超过了 求主帮助我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忧虑在你的里面 现在请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 把你的忧虑交给神 我希望你把它交给神 你有没有儿女在国外 你有没有事业面临难处 你有没有一个老板是在令你 是不能在忍受 你有没有一个可恶的邻居 你有没有很大的难处 你有没有经济的压力 你有没有身体的病痛 交给神 主 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目到的朋友有什么忧虑 但是我知道我的忧虑 主 我也知道你 你爱我们 你说我们若来到你的面前卸下我们的忧虑 你要承担我们一切的难处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我们的面前来 主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难处 主 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也深深的知道 当我们把重担卸下来以后 我们会觉得轻省 我们过去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曾几何时 我们忘了你是那位承担重担的主 主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来 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 听我们祷告 谢谢主 我们把每个人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来 你自己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